十天了 整个预选过去了三分之一 虽然我已经基本掌握眼神兵第一冲的幻见识 但接下来要面对的 都是从人海中拼杀出来的高手 诺兰卫 从西西看来他们实力很强 与当初的驼蕾舞相差无几 不过正因为是高手 他们积分相比很高 动手 麻烦跟你们老大说一声 积分 我拿走的 谁 啊 出 loc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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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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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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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和你那些地球的所有屠出一起 迎接银河是新主人的到来 来报名参加天才战略 基本都有过一之处 或是有过七月 或是颠覆几前 或是实诚优秀 或是拥有强手之心 从浩瀚女后脱领而出的八千二百一天才当中 我到底能拼杀到什么地步 就让我试试看吧 洛峰先生 上头开始施压 谈谈时间不能再拖延了 好 布洛林的联系方式我搞到了 不顾地球这边能拿出的筹码可不多 也要舒冬它来帮你拖延谈判进程 有点影响天开了 如果我用机械族飞船当筹码 什么 这次飞船充分融入了机械族的先进科技 新人在议题中堪称巅峰 连不朽强者都趋之若鹜 你还想让我出去 洛兰山在提交地球数据的时候 隐瞒了机械族飞船的讯息 为的就是防止帝国与他争取 我想 他在与布洛林进行利益勾兑时 也不会交代他的信息 这个信息差就是谈判的基础 不行不行 就当布洛林被说动 这代价也太大了 的确 用机械族飞船换取的只能是短暂的和平 倘若帝国以后再借故声势 失去筹码的地球只能任人宰割 只要帝国没有真的派舰队来占领地球 这机械族飞船就无需真的交锋 要拖足两年时间 第一步就是利用机械族飞船 分化他们 诺兰山特意隐瞒机械族飞船的信息 显然是不想让我们从中获利 而罗锋愿意以飞船来换取地球主权 恐怕也是为了分化我们与诺兰山 虽然罗锋与皇武团的旧账还未清算 但考虑到机械族飞船的价值 倒是可以先接受罗锋的请求 至于地球的最终归属 外公 我们不妨代价而辜 有线上说 我们要尽快将飞船移送到皇武团手中 否则 我们的一切诉求将不予考虑 这叫极限施压 目的是为了逼对方提前亮出底线 你们可得沉住气 宁可走谈判流程 也别把飞船交出去 那就必须将谈判拖足两年 直到进入休战期 只是 没有机械族飞船当筹码 我们会很被动 你们的筹码还有法律 别忘了 你一直是合法的地球拥有者 而布罗林身为帝国皇族 出于维护秩序的考量 不会公然违反法律 明白了吗 我刚早说呢 就被抢答了 首先 通过媒体渠道 流传部落林违背帝国法律 以皇族身份威胁公民的消息 做好舆论铺垫 其次 为防止诺兰莎和布罗林 提前为侵略做准备 需要在谈判中 强调地球安全受到威胁 考虑到舆论影响 他们不敢轻易行动 最后 就是漫长的拉锯 可是 这么长时间 布罗林不会发现吗 不会 因为质量不同 质量 物质的质量会产生引力 大质量物体的引力场 会使周围时空发生扭曲现象 是时间啦 时间膨胀效应 引力场造成的扭曲 也包括时间 就比如地球和黑龙山帝国 地球的两年 相当于帝国的两个月 你们地球上好像有个人 把这叫相对论来着 这导致 布罗林在时间上缺乏敏感度 方便我们拖延 当然 法律解释权 还是在布罗林手中 谈判迟倒不像他这一方倾斜 不过 即便他获得成功 天下战也快开始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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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ips 天才战即将开始 我们必须等到休战期结束后 才能继续行动 难道罗锋一直拖延谈判进程 就是为了拖到休战期 金角巨兽在突破宇宙级后 就拥有了领域 他的威力已经接近大哥的水平 只是想不到作为眼神兵第一冲的幻解式 修炼起来竟如此艰难 要里无招式 必须对宇宙的运转规律 有更透彻的认知 这种规律叫做宇宙本源法则 本源法则在拥有领域后 更容易领悟 你得把领域用得更熟练 才能慢慢练成第一种 天才战报名 开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仙宙本应该 宇宙本应该 也不认为 既然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才战选拔 第一阶段 由1008个宇宙国各自选拔出前一千名恒星级高手 第二阶段 集合第一阶段选拔出的所有高手 通过总决战选出前一千名 通过者最终奖励 一 根据排名高低 获得十至一万会员奖金 二 初始宇宙参悟名额 三 成为虚拟宇宙公司核心成员 最终奖励十分丰厚 除了能得到奖金和虚拟宇宙公司的身份 还要进入初始宇宙的机会 听说初始宇宙的环境与我们所处的宇宙不同 能更快地修炼和提升 这些奖励离你们还太远啊 光是前五宇宙国的报名人数都达到了千亿级别 依你们现在的实力 通过第一阶段的可能性都很低 总别说第二阶段了 他们现在只需要考虑第一阶段 通过第一阶段的天才 一定会受到前五宇宙国重视 他是黑龙山帝国绝不敢招惹的存在 到时布洛林自然不敢有什么动作 就让我们三兄弟就狠狠地拼一把 休战期恐怕不是罗锋唯一的目的 对他们而言 最有利的情况是通过选拔 获得强大势力的垂青 最终脱离我们掌控 光是前五宇宙国就有八千多亿参战 而只有成为前五宇宙国的前一千名 才能通过第一阶段筛选 真不敢相信 他们竟会把赌注 放在一个希望极其渺茫的事情上 哪怕只有仅存的意思希望 我们也要亲手掐秘 第一阶段的选拔快开始了 地球本该是我家族的囊中之物 我方却屡次阻挠 甚至还妄图借助天才战 来逃避主权回收 这次天才战 因为谁能淘汰罗锋 谁就是下一任组长 是 殿下 我已从皇武团中 选出最为拔尖的一万名精英 作为参与者 不愧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大比尼 如果你在选拔过程中 遇到来自地球的肖小 请务必让他们见识到 我黑龙山皇武团的实力 学生明白 路就要集合了 本来还想招紧时间杀你一次 真恐怖 你等着 在沙龙场没有分出的神风 会在天才战中揭晓 路线 天才战终于要开始了 我发誓 你一定会成为天才战的最强者 总有一天 我会为你首认仇人 咱们要一起通过御旋 加油 加油 你所看到的每一颗星点 都是天才战的准备厅 每个参与者 会被传送到不同的准备厅 等待考验 而这次 共有千亿名参与者 所以罗峰 这片繁星就是你的对手 我会成为其中最闪亮的内客 我会成为其中最闪亮的 欢迎各位参加巅峰天才战 接下来 前屋宇宙国境内的第一阶段选拔即将开始 为公平起见 所有参与者的身体素质和精神念力 都将设置在恒星级九阶水准 在这一阶段 会有预选淘汰和擂台决战两次筛选 预选淘汰阶段会筛选出十万零一百人 进入擂台决战阶段 预选淘汰阶段 我们公司会在虚拟宇宙中 划分出一百个世界区 每个世界会容纳82亿左右的参与者 各位需要在同一世界中相互厮杀赚取积分 每人一条命 死亡即结束 前五宇宙国足足有8225亿多参与者 只有极少数能通过筛选 看来预选淘汰阶段 会非常残酷血腥 每个世界区的最终积分在前一千零一名的参与者 便算通过筛选 其中排名第一的 拥有跳过擂台决战的特权 规则介绍完毕 祝各位好运 在世界区内 所有虚拟助手功能都会被禁止 虚拟宇宙系统太强大了 连我也没法反抗 如风 你自己当心点 来报名参加天才战牌 基本都有过人之处 或是有过棋 或是天赋极强 或是实诚优秀 或是拥有强者之心 从浩瀚宇宙脱颖而出的八千二百亿天才当中 我到底能拼上到什么地步 就让我试试看吧 优优秀 每个万年 虚拟宇宇宙公司会举办一次大行圣会 恭喜编号KND99286的客人派得眼神兵一剑 宇宙何其广告 这次圣会竟然能挥积所有宇宙国的天才 既能保卫地球 又能和宇宙强整切磋 我们没理由不拒 两年 就在两年后 只要熬到休战期 地球就暂时安全了 欢迎各位参加巅峰天才战 七万天才对战 这可是赖宇宙全的一场大盛会啊 就让我们三兄弟 去狠狠地劈一把 光是前无宇宙国就有八千多亿参战 而只有成为前无宇宙国的前一千名 才能通过第一阶段删写 没人一条命 死亡即结束 是谁 难道我们前无皇族的地盘挑衅 他得罪了前无宇宙国的皇族 未来的路不会讨证 战之力竭却成不露气 你 谁在认真对的 我很高兴 能遇到让我使用眼神兵的对手 眼神兵 伯风 好好珍惜你作为地球领主的最后时光 届时 你必须和你那些地球的所有重铸一起 迎接银河是新主人的到来 来报名参加天才战略 基本都有过一之处 或是有过气运 或是天赋极强 或是时辰优秀 或是拥有强者之心 从浩瀚与头脱颖而出的八千二百亿天才当中 我到底能拼杀到什么地步 就让我试试看吧 洛峰先生 上套开始施压 谈谈时间不能再拖延了 好 部落林的联系方式我搞到了 不顾地球这边能拿出的筹码可不多 也要输动它来帮你拖延谈判进程 有点影响天开了 如果我用机械族飞船当筹码 什么 这次飞船充分融入了机械族的先进科技 信任在议题中堪称巅峰 连不朽强者都屈之若鹜 你还想让我出去 洛岚山在提交地球数据的时候 隐瞒了机械族飞船的讯息 为的就是防止帝国与他争取 我想 他在与部落林进行利益勾兑时 也不会交代他的信息 这个信息差就是谈判的基础 不行不行 就当部落林被说动 这代价也太大了 的确 用机械族飞船换取的 只能是短暂的和平 倘若帝国以后再借故声势 失去筹码的地球 只能任人宰割 只要帝国没有真的派舰队 来占领地球 这机械族飞船 就无需真的交付 要拖足两年时间 第一步就是利用机械族飞船 分化他们 诺兰山特意隐瞒 机械族飞船的信息 显然是不想让我们从中获利 而罗锋愿意以飞船来换取地球主权 恐怕也是为了分化我们与诺兰山 虽然罗锋与黄武团的旧账还未清算 但考虑到机械族飞船的价值 倒是可以先接受罗锋的请求 至于地球的最终归属 外公 我们不妨代价而辜 有线上说 我们要尽快将飞船移送到黄武团手中 否则 我们的一切诉求将不予考虑 这叫极限施压 目的是为了逼对方提前亮出底线 你们可得沉住气 宁可走谈判流程 也别把飞船交出去 那就必须将谈判拖足两年 直到进入休战期 只是 没有机械族飞船当筹码 我们会很被动 你们的筹码还有法律 别忘了 你一直是合法的地球拥有者 而布罗林身为帝国皇族 出于维护秩序的考量 不会公然违反法律 明白了吗 我刚想说呢 就被抢答了 首先 通过媒体渠道 流传部落林违背帝国法律 以皇族身份威胁公民的消息 做好舆论铺垫 其次 为防止诺莱莎和布罗林 提前为侵略做准备 需要在谈判中 强调地球安全 承受到危险 考虑到舆论影响 他们不敢轻易行动 最后就是漫长的拉锯 可是 这么长时间 布罗林不会发现吗 不会 因为质量不同 质量 物质的质量会产生引力 大质量物体的引力场 会使周围时空发生扭曲现象 是时间啦 时间膨胀效应 引力场造成的扭曲 也包括时间 就比如地球和黑龙山帝国 地球的两年 相当于帝国的两个月 你们地球上好像有个人 把这叫相对论来着 这导致 部罗林在时间上 缺乏敏感度 方便我们拖延 当然 法律解释权 还是在部罗林手中 谈判迟到会像他这一方倾斜 不过 即便他获得成功 天下战也快开始了 天下战也快开始了 真的假的 你 你还要放下 你石頭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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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那个谁也保留一圈 不是 配点 是的 一万天才对战 这可是人类租群的一场大盛会啊 天才战即将开始 我们必须等到修战期结束后才能继续行动 难道罗锋一直搓延谈判进程 就是为了拖到修战期 金角巨授在突破宇宙极后就拥有了领域 他的威力已经接近大哥的水平 只是想不到作为眼神兵第一冲的换解时 修炼起来竟如此艰难 要你无招式 必须对宇宙的运转规律 有更透彻的认知 这种规律叫做宇宙本源法则 本源法则在拥有领域后更容易领悟 你得把领域用得更熟练 才能慢慢练成第一种 天才战报名 开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才战选拔 第一阶段 由1008个宇宙国各自选拔出前一千名恒金级高手 第二阶段 集合第一阶段选拔出的所有高手 通过总决战选出前一千名 通过者最终奖励 一 根据排名高低 获得十至一万分元奖金 二 初始宇宙参悟名额 三 成为虚拟宇宙公司核心成员 最终奖励十分丰厚 除了能得到奖金和虚拟宇宙公司的身份 还有进入初始宇宙的机会 听说初始宇宙的环境 与我们所处的宇宙不同 能更快地修炼和提升 这些奖励离你们还太远 光是前无宇宙国的罢名人数 都达到了千亿级别 以你们现在的实力 通过第一阶段的可能性都很低 总别说第二阶段了 他们现在只需要考虑第一阶段 通过第一阶段的天才 一定会受到前无宇宙国重视 他是黑龙山帝国绝不敢招惹的存在 到时布洛林自然不敢有什么动作 就让我们三兄弟去狠狠的屁吧 休战期恐怕不是罗锋唯一的目的 对他们而言 最有利的情况是通过选拔 获得强大势力的垂青 最终脱离我们掌控 光是前无宇宙国就有八千多亿参战 而只有成为前无宇宙国的前一千名 才能通过第一阶段筛选 真不敢相信 他们竟会把赌注 放在一个希望极其渺茫的事情上 哪怕只有仅存的意思希望 我们也要 亲手掐命 第一阶段的选拔快开始了 地球本该是我家族的囊中之物 我方却屡次阻挠 甚至还往头借助天才战 来逃避主权回收 这次天才战 因为谁能淘汰罗锋 谁就是下一任组长 是 殿下 我已从皇武团中选出 最为拔尖的一万名精英 作为参与者 不愧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纳比尼 如果你在选拔过程中 遇到来自地球的宵小 请务必让他们见识到 我黑龙山皇武团的实力 学生明白 路就要集合了 本来还想抓紧时间杀你一次 终会 你等着 在沙漏场没有分出的生风 会在天才战中揭晓 陆琪 天才战终于要开始了 我发誓 你一定会成为天才战的最强者 总有一天 我会为你守任仇人 咱们要一起通过玉璇 加油 加油 你所看到的每一颗星点 都是天才战的准备厅 每个参与者 会被传送到不同的准备厅 等待考验 而这次 共有千一名参与者 所以罗峰 这片繁星就是你的对手 我会成为其中最神亮的那客 请假设计划 欢迎各位参加巅峰天才战 接下来 前屋宇宙国境内的第一阶段选拔即将开始 为公平起见 所有参与者的身体素质和精神念力 都将设置在恒星级九阶水准 在这一阶段 会有预选淘汰和擂台决战两次筛选 预选淘汰阶段会筛选出十万零一百人 进入擂台决战阶段 预选淘汰阶段 我们公司会在虚拟宇宙中 划分出一百个世界区 每个世界会容纳82亿左右的参与者 各位需要在同一世界中相互厮杀赚取积分 每人一条命 死亡即结束 前五宇宙国足足有8225亿多参与者 只有极少数能通过筛选 看来预选淘汰阶段 会非常残酷血腥 每个世界区的最终积分在前一千零一名的参与者 便算通过筛选 其中排名第一的 拥有跳过擂台决战的特权 规则介绍完毕 祝各位好运 在世界区内 所有虚拟助手功能都会被禁止 虚拟宇宙系统太强大了 连我也没法反抗 卢风 你自己当心点 来报名参加天才战牌 基本都有过人之处 或是有过棋 或是天赋极强 或是实诚优秀 或是拥有强者之心 从浩瀚宇宙脱颖而出的八千二百亿天才当中 我到底能拼杀到什么地步 就让我试试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